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就是 氣體的混合 因為我們是物理對不對 氣體的混合在物理現象來說 它是不能產生化學反應的 所以混合前跟混合後 請問同學分子數或莫數會不會改變 不會 所以氣體的混合有一個條件一定成立 就叫做分子數不變 或者叫莫數不變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 那我們根據PV等於NRG 所以呢 分子數是什麼意思 分子數就是正比PV除上T 因此你可以說第一個容器的壓力 乘上第一個容器的體積 乘上第一個容器的溫度 就代表你的莫數 第二個容器的壓力 第二個容器的體積 浮上溫度 換成你的莫數 混合之後呢 就P-Pine V-Pine 浮上七-Pine 所以你就可以列出這樣的等式來解析 這樣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發現喔 你用分子數不變這個式子 你這樣解不出任何東西 那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但這個方法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它一定要出現絕熱 什麼叫絕熱 從外面 沒辦法換熱 從外面 對 就是說這個系統 它這個材質不能夠讓熱從外面 這個輸進來 不能輸入熱量 那它的熱量也不會再次到外面去 那這樣子兩個容器 它們一起和在一起的時候呢 那你這個氣體有一坨能量 我這個氣體有一坨能量 我這個能量應該要不要 守門 可以接受嗎 所以絕熱系統 混合前後它的原量是守門的 那我們通常都會問 那我這兩個容器啊 中間的這個通道把它打通之後 混合後 平衡後的溫度怎麼算 那我們就請問同學 我們剛才複習了氣體的能量 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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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大串 裡面用溫度來表示的是哪一個是 氣體的總能 用溫度來表示的是哪一個 2分之3NKT 或2分之3NRT 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就用2分之3NRT 那因為2分之3是常數 R是常數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N7代表你的能量 那因此第一個容器的能量就是N1C1 第二個容器的能量就是N2C2 和在一起墨數是N1加N2 所以我們可以求出平衡後的溫度 所以兩個氣體混在一起 平衡後的溫度 你可以用這個式子來算 這樣可以介紹 那如果我們要求平衡後的壓力呢 請問同學 能量用壓力來表示的 能量用壓力來表示的 剛才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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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串 是哪一個 是什麼 2分之3CV 有沒有這件事情 有 因為2分之3是一個常數 也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化學上可以用PV 你的PV加我的PV 就是我們一大堆的PV 它就是能量守 所以你就說 分子數不唸 一定可以直接列列看 萬一你這個唸不出來 它出現絕熱 能量手衡可以列列看 我們來試試看 OK 請大家翻開我們的小籃牌 這幾頁呢 這幾頁呢 三十 三十 三十七頁 好險 三十七頁 好 我們看這個題目 好 說兩個同體肌的氣體 用一個體肌可忽略的細管相連通 我們就想像兩個同體肌的氣體 用一個細細的管子相連通 然後呢 裡面還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 好 二十 體肌是一樣的 兩個氣體都是一大氣壓 然後都是二十七度C 我直接給它寫上蛋白K好不好 好 兩個裝的是一樣的 好 它這個相通嘛 所以這邊要打成 好 剛開始是這樣 平溫狀態 兩邊一模一樣 現在喔 我故意把其中一個 加溫 哇 我把它加溫 變成一百二十七度C 是多少K 是嗎 是吧 是吧 哇 另外一邊把它呢 包上冰框 降溫 到-73 那就是兩百K 哇 你猜這裡面的氣體 是不是會跑過來跑過去 跑過來跑過去 因為這邊熱就會跑過去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的氣體 就和在一起了 重新和在一起 那最終 最終 兩邊的壓力應該要 還是要一樣 因為你是打通了 內心力量 兩邊的壓力是多少大氣壓 什麼時候 七萬 你用七萬V1加P2V2的P1V1 是用什麼觀點 是用T的那個 你們覺得這種情況 可不可以想成氣體或核的情況 可以想像嗎 我本來已經平衡了 結果這邊喔 哇 溫度變低 這裡面的氣體一定重新 已經磨在一起了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是一種氣體混合的 因為它會重新磨在一起 可是它能量有手痕嗎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一邊在加熱 一邊在冷卻 你能保證它 它是絕熱嗎 不是絕熱 所以你可以用能量手痕 這個觀念嗎 不行喔 所以這個題目呢 我是把它認定是一種氣體混合 因為它們會重新過來過去 那所以我能夠想到的第一個是什麼 墨數不變 就是你不然怎麼跑來跑去喔 你的墨數應該要一樣 那什麼是墨數呢 墨數PB等於NR7 所以墨數應該是正比於PB除上7 可以接受嗎 所以第一個容器的墨數應該是PB除以7 所以第一個容器是一個ATM等上B除上300 那右邊呢也是PB除上7 所以你一開始你們的墨數有這麼多 那重新混合之後 後來的壓力是P prime 後來這邊容器的體積仍然是V 但是它的溫度變成4 這個代表你的墨數 那另外一個容器的壓力仍然是P prime 因為它是一個管子 兩邊的壓力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它的體積呢也是V 但是它的溫度是200 沒有啊 因為它這邊再加熱 這邊用冰塊拿包子啊 所以 所以這邊持續一直讓它維持400K 這邊持續一直讓它維持200K 所以呢 它可以讓它達到一個400K的狀況 但是裡面的氣體跑來跑去不好 可是呢 它一定可以讓它 拿到一個最後的壓力相同 那這樣子這裡面就只有一個式子 一個位子數就叫P prime 所以P prime呢 是9分之8 可以這邊 這樣這個 你就 你這種題目你又可以把它視為是 氣體重新混合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 重新打散了 那不要讓它這個墨數不變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墨數 原來 後來 那這應該有一樣 怎麼可以接受 可以喔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點 我們看見 有的 AV 兩個容器的起雞 喔 起雞相同 B一樣 然後呢 它中間有一個 活酸 它就把它這個 K 把它隔絕了 然後呢 A容器呢 裝了一大氣啊 一個AGM 一個AGM 多的是7度C呢 是300 K 但是兩墨 我個人是習慣寫P V N T 所以我按照這個數據 P V 檢號器 所以P V N 是兩墨 然後C是300 它是氧 那B容器呢 是兩個ATM 然後Standmore 然後它是氧 喔 它沒有給我溫度 可是 我一看我就會 為什麼 你沒有給我溫度 我都不擔心耶 為什麼我不擔心 我還蠻擔心耶 你還蠻擔心的 因為我們知道 靈響氣餘方程是P V 等於N R T 有幾個變數 是不是四個 P V N T 如果你已經知道三個的B 你可不可以知道第四個 一定可以嘛 對不對 我們都已經知道壓力體積模數 非常清楚 我把條件整理得很好 P V N T 如果我都已經知道三個變數的B值 我一定可以知道頂四個的B值 對不對 那我如果知道這個是幾比幾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它是幾度啊 你一定可以知道 好嗎 所以這個溫度 等於是已知了 你等一下去比一下給你 好 老師怎麼可以這樣比 因為 C V 等於N R T 總共有C V N T 就是四個變數 那你都知道前面三個 那第四個不就是用這三個來表示嗎 比如說 一定是一樣的 R T 總共有C V N T 然後這邊 起機它都給你了 所以你一定可以知道 溫度其實是正比於壓力比上墨數 所以你就可以比出A的溫度 比上B的溫度 應該是A的壓力比上A的墨數 B的壓力 然後B的墨數 所以答案是3比4 所以其實這四個變數裡面有三個知道 一定可以知道第四個 P B N T P B N T 你這三個完全清楚 所以你一定可以知道第四個的比 叫3比4 所以顯而易見它就叫400倍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T B就是400倍 那我一列好了就知道 我一定可以算得到 好 那可是它到底要求什麼呢 我們只把條件 它說 我現在把中間那個把它打開 哇 裡面的氣體就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但是兩個容器跟外界 絕熱 我看到我就好高興了 絕熱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熱量善失 沒有熱量善失 氣體混合我想到的就是能量守恩 所以呢 這個絕熱 這兩個字就是讓我知道能量守恩 好 那現在我要問同學 氣體的能量就是總動能 氣體是沒有胃能的 理想起 所以它的它的總動能 平均動能你都知道的 總動能你都會知道那一段 blablabla 那一段 可以喔 好 那我要考驗大家 裡面跟溫度有關的是哪一個式子 2R3 2分之3R 哇 大家越來越快 對不對 這個 代表能量 能量呢 是那一串 因為平均動能就是2分之3A 那總動能就是2分之3NKD 也就是2分之3NR7 那因為2分之3大家都一樣 它就是常數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N7 就代表能量 所以請問你第一個容器的能量呢 2m乘以300A 第二個容器的能量是3m乘上400A 過在一起之後各位同學是幾m呢 5m 如果請問你溫度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把7分算出來 360K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喔 所以混合後 溫度就可以算出來360K 好 第二個小題 混合後的壓力 那一樣喔 能量守恒 所以請問同學能量 讓我用壓力來表示你 腦筋有沒有辦法想到什麼呢 就是2分之3PB 因為2分之3NR7就是2分之3PB 其實喔 這個就是你們化學上說的 化學上為什麼常常 C1B1加P2B2 P1B1 原來PB就是2分之3 所以呢 就把第一個容器的壓力是 1 成上起機率 第二個容器的壓力 2 成上起機率 破在一起呢 是C1 破在一起 整個打通之後 起機率是2B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C1 是1.5個AGM 然後第三個 他說破在一起之後 這兩種氣體一樣 跟氦氣的分壓 分壓 有沒有聽過分壓 會 有齁 這應該不難對不對 應該是0V GV等於NRG 因為它只會比 就比一比就好了 就是說 你們兩個和在一起 你們佔有的空間 其實就是那麼大的容器 大家都可以佔有 所以你們佔有的空間 就是奇蹟式一樣的 然後呢 因為大家佔在一起 大家都 這個溫度是一樣的 溫度是一樣的 溫度是一樣的 所以分壓 其實就跟什麼 神正名 5 末數 所以你們的末數是 2末跟3末 所以分壓 當然就是2 3 分壓 分壓 好 所以不難對不對 他只要這樣 對他只要這樣 他們有多 要多少 那你也可以啊 對 你可以把這個上去 欸你沒有了試試看 下一集的試試看 喔 自己感覺很 怎麼樣 有出現過嗎 蛤 以前感覺是 以前放學有多過呢 因為我們不太多 我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求 那些人 那些人 你不要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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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騙 你不騙 你不要騙 熟成 熟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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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一算同學自己算 國一算同學老師也是簡單說一下 如果覺得自己背題目不熟悉的人 其實就規規矩矩的 按照 P V N 7 把條件列在上面 所以你看 B 的條件 壓力是多少 體積多少 沒給墨數 但是給了溫度 那 B 也是一樣 壓力多少 體積多數 可是我一旦這樣列完我就很有編 因為它給了三個 三個的比都知道 如果 P V 等於 N R T 它是四個變數 如果你都知道三個變數 你一定知道第四個變數的比 所以這個 M R 會等於 P V 等於 P V 等於 K V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它們的比值 4 比 9 你可以把它當 4 M R 當 9 等 然後接下來 因為它是絕熱 所以能量是首爾 它的氣體的總能一定要為 二分之三 N R T 二分之三 R 大家都一樣 所以你用 N 7 就代表能量 所以第一個的墨數 乘上 P 個溫度 加第二個墨數 乘上 P 個溫度 乘上 P 個溫度 墨在一起的墨數 就是 4 加 9 請問你 貨在一起的溫度 那不要忘記喔 你算出來是 K 你要把它換算成 D 自己 這樣可以嗎 我卡在那個 怎麼把 300 分 4 分 30 分 太困了 不是 3 分 1 比 4 分 然後我就拿 30 分 1 比 4 分 好 沒關係喔 反正可以算出來就好 對不對 然後算不出來 30 分 1 對啊 是 3 分 1 比 2 分 算 是 30 分 1 30 分 1 啊 對 然後我算不出來 好喔 我回去要練習這樣 那 那 欸 各位同學 這一題回去做好不好 101 年學者 我一下 寫個回 他等一下就會直接練習 然後呢 怎麼樣 那 呃 這個第四題 要講第四題之前呢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重點 這個氣體的話 他不外乎就是求平均後的溫度啊 平均後的壓力 還有一種比較麻煩就是 呃 請問你的混來混去之後 你的速率怎麼辦 因為溫度會影響速率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怎麼辦呢 那倒算嘛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假設還是絕熱 所以請問你喔 這個你原來喔 平均的動能是2分之1的M1 V1的平方 可是你有N1的 所以這個叫做總能 那另外一個呢 你呢 平均是2分之1的M2 V2的平方 但是呢 你有多少的呢 你有N2 那 我們兩種氣體握在一起 握在一起之後 大家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溫度又改變 所以我們的速率其實變了 所以第一種分子 2分之1M1 它的速率其實變了 所以它變成V1 換 不然它個數並沒有變 N1 而第二個分子呢 它的2分之1M2 它的速率也變了 但是它的個數呢 還是N2 所以你發現 你列這樣一個式子裡面 竟然有兩種位置數 它就是兩軟器 本來你有你的速度 沒有你的速度 大家和在一起之後 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打到平衡之後 你的速率變了 我的速率也變了 所以你用能量手痕 你會發現 一個方程式裡面 有幾個位置數 兩個位置數 所以這樣 沒有辦法直接解 再加上一個觀念 那個觀念就是這句話 你混合之後 你的溫度是一樣的 各位同學 溫度就代表什麼 平均動 也就是說 因為大家撞在一起 溫度一樣 所以大家之後的平均動能會相等 也就是說 這個框框 跟這個框框 應該要怎麼樣 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既然他們兩個相等 就可以提出供應式 因為你們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就變成燈外加N2 所以他就變成優異之數了 我們用例子來說明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你就清楚了 他說有甲乙兩種氣體 然後這兩種氣體的質量啊 方均跟速率啊 分子數 我分別用甲 甲每一個是小M 他的方均跟速率是2V 平均之後是2V 那他總共有3N個 你呢 每一個比較大顆 2M 那他的平均之後 他的方均跟速率呢 是小V 然後他總共有N個 然後現在我把兩種氣體呢 我們擴在一起 重新平衡 請問你E 以本來方均跟速率叫V 現在請問你 重新混合平衡之後 你的方均跟速率是多少呢 那這個題目呢 當然他少了一個條件 就是絕熱 沒有講的時候 我們當然還是把它視為 能量沒有損失 就氣體的混合 沒有特別的說明 你還是把它當成沒有能量損失 所以他的能量應該要守恨 所以能量守恨 所以請問你 第一種氣體的能量呢 哎呀你的平均值是2分之1的M 乘上你的速度的平方 這是平均 那乘上個數就是總共有這麼多能量 這個 這個相當於平均分數 乘上個數就是總分 所以這個是平均動能 乘上個數就是總動能 這是假的 那以呢 每平均是2M乘上V比方 但是乙的個數呢 有N的 所以這個是混合之前 乙總共的能量 乙總共的能量 那混合之後呢 哇 撞來撞去 假呢 質量還是M 不過假的速度 不知道 但是假的個數仍然是3 而是1 就是重新撞擊 重新撞擊 重新混合 假的動能是2分之1的M V假的比方 速度變了 但是它的個數呢 還是3M 那乙呢 它呢 2分之1乘上它的質量 始終是2M 不過乙的速率也變了 那個重新撞的 不知道它是多的 不過呢 它的個數仍然是N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式子裡面 有2個位置數 是不能解的 那我們剛才有說過 因為平衡 就是代表溫度相等 溫度相等 也就是你的平均值 這個就是你的平均值 跟你的平均值 這兩個必須怎麼樣 溫度相等 平均動能要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既然這兩坨相等 那不就可以提出公認識嗎 就你們兩個 這一坨跟這一坨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係數相加 3N加N 那我們就叫4N 那乘上 反正這兩個一模一樣 你隨便寫哪一個都一樣 那因為本期要求什麼 本期要求1 那你當然要寫後面這個嗎 因為這兩個一模一樣嘛 反正你寫哪一個都可以的 那我們當然要寫後面 2分1 2M 乘上V5的同胞 那因此你看你就可以 這個式子就可以整理 把一樣的約掉 然後你就可以求出 然後你就可以求出 那我們就可以求出 1 是等於2分之更號7N 也就是說我們兩種氣體 重新混合之後 我們的數率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好 老師你也是把前面的禮物拿中位 然後怎麼用來啊 對啊 反正這個 這個可以啊 2 2得4 4跟2約掉 所以這邊叫6 然後這邊呢 是1 6加17 然後呢 所以這邊是4分之7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小藍莓裡面的 題目是怎麼樣呢 請大家翻開 第四題嗎 對 我這題就是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它是看起來很複雜 因為它的符號很複 我們看第四題 有甲乙兩種理想氣體 其中這個氣體的質量 方均跟速率跟分子數 就是N1 N2 B1 B2 N1 N2 就跟我們剛才一樣 兩個絕熱非常好 絕熱混合 總體體低 請問你 第一個 你覺得我們重新這樣 後來後去之後 平均功能一樣不一樣 一樣 一樣啊 因為你溫和之後 你溫度就一樣啊 溫度一樣 平均功能 當然一樣 所以YES 所以第一題了解 那接下來 請問你 那你可以算一下 那種平均功能是多少 好啊 怎麼算 請問你 平均功能到底是多少 就好像說 我知道你們班 還有隔壁班 你們隔壁班 隔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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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班跟隔壁班 我想把你們兩班 握在一起 求你們兩班的平均分數 你猜要怎麼做 加起來啊 加起來啊 然後呢 除了兩班 對啊 那你就這樣做就好了 就這樣做啊 就這樣做啊 請起來很簡單 請起來很簡單 怎麼會錯呢 所以平均動能 你就把第一班的總分 加第二班的總分 然後除以兩班的總人數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請問你 你第一班的總分怎麼算 因為平均分數就是 二分之一的F1V1 這就是平均動能 然後呢 乘上個數 就是總分 總分 所以這個就是總共的能量 那就好像相當於兩班的總分 那兩班的總分 那兩班的總分 我們要怎麼求 兩班合起來的平均分數呢 那就是 就除上總個數就好 你第一名看起來 其實沒什麼 就是這樣 反正就這樣 你如果嫌那個二分之一很礙眼 你把它擺在分補就好 你不想擺就這樣 好 第三個 請問你 混合後的溫度是多少 蛤老師 這個沒辦法用什麼N1 7萬加N2 不行 他根本沒有給溫度 他給的全部都是自管中 他給的全部都是自管中 請問你 你如何求混合後的溫度 可以 可以嗎 N 它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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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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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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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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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2分之3NKT 4NRT 那這邊當然用什麼 NKT 問什麼號 所以它是2分之3 請問你它總共是多少N N1加N2 對2分之3 20A7 這樣就可以把7算出來 那我要不要列啊 我就 其實它列起來 那2分之1大家都不見 我好像有點寫不下 這邊稍微站一下 沒有 啊 你不是這樣沒贏到 對啊 為什麼沒贏到呢 好 這樣子我再寫得下 好 所以其實喔 這寫過去喔 看起來很恐怖喔 但是根本的 所以大家那個2都不掉了 N1 N1 V1 V2 加N2 N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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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向 然後轉向 3N1 加N2 V2 OK 就這樣子 好 第四個 求混合後的壓力 我們要用能量守能 好不好 你說是用P1 V1加P2 V2等於P1 V2 當然是不行喔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給原來的壓力 它給的是什麼 它給的是 所以這一項一樣 造草 這一項一樣 造草 它給的是氣體的能量 所以 你有總共多少能量造草 你總共 對 你多少能量 那它總共的能量混合之後 用壓力表示的是什麼 2分之 2分之 7分 那這樣一項就可以求出P了 這樣還要我要不要再寫 不用我 對 不用我寫會寫 會寫 3D 然後上面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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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第四個 寫完了 第五個 混合之後 有假的方君跟宿命 我剛才有講過 對不對 像那個 如果很像 那我們假義寫一個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我們寫假 那怎麼做呢 一樣喔 混合後能量手很強 你的能量造草 你的能量造草 混合後呢 應該是假的能量2分之1的M1 但是假變了 假的數一變 但是假的各數一變 那乙呢也變了 2分之1M2 乙也變了 人總是會變 然後這邊的 然後呢 這個要怎麼解出假 對 因為溫度一樣 所以這兩項 根本平均動能要一樣 這兩項要一樣啊 所以我們要提出來 所以就是N1加N2 那既然你要求假 我就寫上假 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對 其實根本沒什麼 不會 說說答案是多少 我們答案呢 寫出來嚇死你 可是其實根本是很簡單 根本是屁 欸 嚇死屁 一群都進去 你媽媽 警察 你們不能社會外語 你媽媽認為 你現在應該 好 那看起來這個答案好像很恐怖 其實哎呀你了解嘛對不對 就是你的能量 你的能量混合之後你有一個能量 混合之後你有能量 那應該能量應該要一樣 然後但是因為混合後溫度一樣 所以這兩項相等 所以看起來答案很恐怖 超以後會一樣 V就其實V唯一不一樣 他就是會嚇到 對 你會不會被嚇到呢 不會啦 如果真的沒有給我一樣幾步 我會算上去 真的 因為他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他都是用 一開始你有多好能量 混合前的能量 混合後的能量 所以第一 對 對 沒錯 單了 對 那第六題我們就不算了 對 不用算 你媽媽聽到你說自己投不算 哈哈哈哈 不要學我這個 一定不是你嗎 每次買 好 那我要再考你們囉 你剛買到你的頭目嗎 哈哈哈哈 來 四十頁第九題 正好下課 四十頁第九題 七題 四十頁第九題 你寫選看 好 那這個 我們休息一下 你快要來 你快要來 是 那 你不然 那 你這個 就不用一個 幫忙幫忙 你知道嗎 蛤 麻 這 是 一種全品 我還知道 那我們幹嘛 要學 那 為什麼 真的 這個